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所谓的太岁之心 牛 牛 在玉气 国际大拍三不五时的就会出现牛 不管年代从最前来 从清代 像这次 台湾刚拍了一支什么 美国博物馆的 转拍美国博物馆的一间 轻于大牛 那年代非常前 可以说已经是近现代 我们这支牛 是2500年前的 什么年代呢? 对了 春秋时期 跟孔老夫子差不多 概括的就在春秋 所以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的一间牛 而且非常漂亮 颜色也很讨喜 先给各位照着看 所以牛啊 不是比大小 而是比什么? 年代 年代 然后什么?品相 然后他所能够传递的 历史讯息 文化讯息 还有艺术 美学的这种气息 这才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值得我们探讨的 我不是说人家拍卖的不好 人家拍卖的行情是不错 但是唯一欠缺的一点就是欠缺的那种文化性 欠缺的那种文化性 我们这个是 春秋时期大家知道 春秋战国 那都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年代 那时候是 诸子百家的思想 九六十家 哇 那时候不得了 这周王氏 周王氏的衰退 造成了礼崩乐坏 孔老夫子那个年代 孔老夫子最在意这个礼崩乐坏 一再他想恢复周中式的这种古礼 他是处在这种交替的时期 所以新的很多思想 自由思想在萌芽 老的什么 旧的一些礼俗的传统 或者礼教观念 或者礼乐的观念 跟新生的这些思想之间交替的时期 难免有些挣扎 有些挣扎 所以 那个时候的文化必然精彩 那我们这个牛 好 我们先从最肤浅的 最浅显的讲起好了 这个讲我孙子听得懂的话 这我们现在玩股票啊 很多人不是玩股票吗 每天不管政论节目干什么节目 这个经济的节目 或者论时事的节目 都会谈到股票 或多或少 股票好的时候为什么叫做牛市 牛市 股票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叫做熊市 或者经济好 状况好的时候叫做什么 牛市 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叫做熊市 最简单我们从动物的本性来讲 牛跟熊都是体态健壮 体态健壮 然后力大 力大如牛 或者什么 力大如熊 力气叫很大 它具有代表性 而且都具有攻击性 牛干 神鬼猎人 李奥纳多演的神鬼猎人 片头一开始没有多久 他们这么厉害的猎人 他们天天都在猎熊 而且跟所谓的印第安人 那时候还有什么 还有 要取头皮的这种 那种野性的时代 打猎 他本身娶的一个印第安女子 生了一个混血印第安的儿子 叫骗子 他这么强悍的一个人 但当他遇到了一只小熊 他发觉 他愣了一下 就在愣一下子的功夫 母熊就扑上来 就是 动物啊 互毒啊 不管你养狗 我以前繁殖狗也是 那狗互毒 都很凶残 更何况是熊 这么大型的动物 他一个神鬼猎人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 非常有名的一个猎人 猎了一辈子熊 结果 看到那只小熊 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被那个母熊 因为母熊 互毒啊 把他抓得遍体鳞伤 就是几乎只生一口气 他后来凭借的意志力 活了下来 中间经历了多痛苦 附近 各方面 旺郊野外 寒冷 寒冷高纬度的地区 冰霜雪雨 都历经过 在地上爬 就是他 为什么他支持着他能够活下来 因为他儿子 那个半印第安人的小孩 被一个什么 他们打猎了一个同行 他给杀掉了 等于谋财害命了 他们当初 整体部队 所谓的猎人部队 要往前行 因为他已经受了重伤 重残 就留下一个人来负责照顾他 意思是 等于看到他厌弃 你再走 可以得三百块美金 那个人为了赚了三百块美金 留下来 却是个大坏蛋 找机会就想弄死他 弄死他 他这个钱就到手 他就走了 他不需要耗 那种情况是这样 可是他儿子在旁边呢 他先把他儿子干掉 他儿子会讲话 他那时候已经 动到话都讲不出来了 就在那种情况下 他儿子蚕死 在他眼睁睁的看到他儿子蚕死 他只能流泪 喊他喊不出声音 就他为了 为了抱这个仇 追着神鬼烈鱼 支持着他 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活像 我们也在里面看到 那个熊的可怕 那攻击力 那熊的攻击力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所谓的熊扑 还有北极熊啊 除了那个大灰熊 除了北美洲 那个体型最大的大灰熊 那个 那个 所谓的 北极的呢 北极熊 哇 北极熊三百多公斤啊 体型巨大 他在冰上 你看他 隔着冰呢 他可以跳得老高 然后 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什么 跳水的姿势 熊掌在前 头跟在后面 连熊掌带头 一起钻入那个冰层里面 他利用身体的体重 速度 再加上那个切入的角度 一家伙就把里面的海狗 捕获到 这熊的打猎啊 熊的攻击 它是从上往下 你还看着吗 熊跟虎 经常 经常会有人 喜欢把这两种 弄在一起 比谁厉害 当然老虎是百兽之王 那不在话下 可是熊也不 老虎也不喜欢跟熊斗 虽然它不见得会输熊 它不喜欢 它不喜欢跟熊斗 为什么 因为熊 遇到老虎 熊会站起来 它就是用那种 从上往下扑的姿态 老虎很难 很难给它缠斗 而且熊的体力又好 它就我们讲 我一直喜欢 男生嘛 不管是车子也好 干什么 我们从下骑摩托车 车子有两个动力 一个是什么 冲力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扭力 一个是动力 一个是扭力 动力就是 到匹马力 那是动力 扭力 比如说你40公斤的扭力 50公斤的扭力 60公斤的扭力 扭力是在它什么 低速的时候 那种 低速长的时候 那股力量 就像牛 扭通牛 牛转乾坤 牛 那个 这两个动物 不管是牛跟熊 它们的这个 马力不见得多强 速度 绝对没有老虎快 没有豹子快 可是它们的扭力 绝对比它们强 哎 你要纏斗久了 你就知道 所以非洲大草原的那个 那动物虽然是狮子 狮子群 会去猎这个牛 可是当这个大水牛 一生气的时候 它反扑的时候 那也是经常有狮子 会被 会被水牛给杀死 好 这个是动物界的一个自然 所以你熊的最大的攻击 你的杀手界就向下扑 所以它的经济就怕遇到熊 熊就一路往下走 一路向下俯冲 牛的攻击啊 你看过西班牙 西班牙最喜欢斗牛 不管场内场外 它都斗 还在封街 在路上这样跑 那牛啊 它能够把斗牛是 或者是把一般的人 或者其他的斗牛 或者狮子老虎 那个西树草原 非洲西树草原 狮子这么巨大的 都被它一撩啊 牛角这么一撩 抛到半天空 经常撩那么一下子 都度破长流 野生的动物 当它度破长流 即便它活下来 它也死 为什么 它不是人豢养 不是人豢养 当它受伤了 没有攻击力 它已经没办法去狩猎的时候 它就活不下去了 大自然界的一个规律 所以 动物 比如说 狮子老虎豹 它要评估它做攻击的时候 它会评估的 它在那种情况 让自己损伤最小的情况下 得到猎物 而不是把自己拼到了 残废 你拼到了残废 完了 你下一餐在哪里 就没有 好 当场就能去受了伤的狮子 当场就能宣告 它已经死亡 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就说 牛 为什么大家搞经济都喜欢看它牛 是不喜欢看它熊是 因为熊是向下俯冲它的力道 牛是靠它的牛向上撩 就是整个一片大行 一片大行 我们这个牛 从简单来破题 好 我们再往深一点的 再讲 讲到了牛 在我们中国人 有些论语里面的观念 整个的论语 它就是要复兴西周 西周天子 周天子 那是他礼乐 论语是处在那种大时代背景之下 而产生的 就是技术 孔子的一生的 重要的言行思想 还跟他的学生之间的对谈 离不开中心思想是一个人 人字 具体的表现就是一种客己腹理 人字从很多地方都可以解释 但客己腹理是他一个大时代的位置 他要恢复到理智 他要恢复到理智 什么理智的 周礼 李是谁做的 孔子他 我们人都有西部中的一个偶像 孔子的偶像是谁 周公 周公 周公至礼作乐 还能够客己腹理 不要让自己行为过度的放纵 就论语杨博篇 论语杨博篇 论语杨博篇 那个 这是李崩 三年不学乐 就越坏 所以李崩越坏是这样 孔老夫子是对大时代的一种忧虑 对大时代的一种忧虑 所以那时候儒家讲究说 李月圣欲输数 李就排在第一个 月就排在第二个 所以李崩越坏 黄中悔气 华府雷鸣 什么黄中悔气 那时候的百家齐放 而各个地方性的什么 语言 地方性的习俗 跟地方性的乐器 都慢慢浮上台面 而周天子强调的 我们讲的那个 用边钟 边钟 敲出来那个 宫廷的那种乐声 很合乐的这种乐声啊 慢慢就不见了 慢慢就不是不见 就被各个地方的 诗族之乐 我们当然现在诗族之乐 很好 现在是那个什么 博乐团里面的很重要的 表现 我自己也会啊 诗族乐 我吹的每天吹一首 邦迪 那是诗族之乐 孔老夫子那时代 诗族之乐 还不是他的主体 他的主体是 同气 同的众生 所以说 黄中悔气 这个黄啊 通红 他是功上觉之语 是功音 都是功音 功 功 功 是那样的音 功 我 我们在 我在外蒙古 跟他们做交流 当时我还有关职的时候 跟他们做交流的时候 他们就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习俗 有的时候是看表演 多半是从生活之间观察 比如说住在牧民家 或者去哪个山头 他们的圣山去看 那圣山我们就看到 穿的那个蒙古人那个传统服装的 长得很快很大的 老远就听到他的喉咙的那种声音 喉咙的声音就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 黄中回去 黄中那种声音 他模仿那种声音 用很低沉的那个男声音 那是一种乐器 那个是一种声乐 那个是一种声乐 就跟我们现在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竹子或者木头做出来 那个口黄出来的声音 都很低沉 那都是红的音 那是工商觉之语的那种共音 孔老父子时代是喜欢这个音 是喜欢 比如说我们吹笛子 不管是长笛或者帮笛 或者是去笛 去笛好了 去笛笛音的 我们吹到笛音 吹到笛音的收 笛音的收发米 你就会感觉到 不论共鸣的声 就跟你喉咙 好像从喉咙深处发出来 还跟你腹腔 丹田做共鸣 你越往上 他那个音就是拉的越高 越往上 他那个音就是 那种喉音 那种共鸣 就黄中混戏 那种喉咙雷鸣 那么喉咙雷鸣 随便的一个 就是比较平 比较平常脾贱 哇 锅子碗都可以派上用场 现在有日本人 日本人 酒之后 西装一脱 头巾一绑 就开始在这边放纵 锅子碗 锅碗瓢盆都可以当乐器 日本人是这样的 第二天一上班又回复了 西装隔离 压力释放掉之后 他又开始进入小日本的那种 中规中矩 所以我这个乐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礼 周公讲的礼 跟孔老夫子讲的礼是同一回事 儒家讲的最大的礼就是什么 君君臣臣妇妇之子 君君臣臣妇妇之子 然后发乎请 指乎礼 所以这个礼 是一种人的一种 仁爱的人 对外的一种表现 对外的一种表现 一种行为的表现 或者行为的规范 或者是一种制度 君有君的礼 臣有臣的礼 君君臣臣妇妇之子 孔老夫子很喜欢用君臣的观念来讲 像他讲那个捷挂里面 他引述孔老夫子的细词传就讲过 君不密则失臣 我们常常把那句用来在情报工作上经常引述那句话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击事不密则害臣 言语为皆 就是 世今的成败 言语 关乎大 你不能够守密 不能够保密 到处放话 买成风雨 也就是现在社会乱象的一种乱乐 孔老夫子 2500年前 他就看到了这种现象 所以一丁西四传就在结卦里面 解释结卦的时候 他就有 他你看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臣 击事不密则害臣 他就是有君君臣臣 父父自治 从很多角度他都可以解释 发乎请 好 这是一种行为的规范 称之为一 是吧 君子 还有一句话 君子无所争 必也涉剑的事 是吧 一让而生 一让而生退而饮 他一向来说 大家饮一杯酒 那种吧 恢复这种感情 一让而生退而饮 其争也君子 多了不起 这两千多年前的人 他还能够讲出这样的话 到现在格斗也是这样 打完了之后 大家都说 你拍拍我的胃 我拍拍你的胃 你都拥抱一下 这讲难题 就是孔老夫子 学了孔老夫子的一点皮毛 这是礼 乐是什么 乐是 从感情出发 一个是从制度出发 从礼 从制度出发 那是一种礼 一种规范 客己赋 要讲究一个客制 乐是 乐是从内心去感动人 我们有 各种乐器 或者各种不同的乐 也代表一种身份的一种规范 它能够 能够 让社会的人的心 能够沉淀 能够 社会的心 能够团结在一起 能够安详 安稳 一个从外 去规范你的言行 一个从内 就是发乎情 指护 这是 这个乐是比较 偏向于情 这个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这是鲁国 鲁国三中一代 就高老夫子那边 鲁国的这个 鲁国有诸侯王 诸侯王下面有三个亲大夫 上面姓一个亲大夫 有一家 纪环子 纪环子的家伙 他在他的院子里 自私人庭院里 跳起八亿五 什么叫八亿五 就横八竹八 八八六十四个人 在你面前跳舞 给你看 那是犯了大忌 那是叫做七军之罪 那是渐月 渐月之罪 那是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亿五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现在孔子 纪念孔子诞强的时候 就跳八亿五 因为是纪念孔子 实际上最早是跳给周天子 就周天子 有这个 八八六十四 横八竖八 八八六十四个人 那纪青子 他是 他是天子 周天子之下的 所谓诸侯王 鲁国有鲁国的国君 是诸侯王 他诸侯王下面的 三个什么 亲之一 亲大夫 他应该只能享受到 八六四 他只能享受四四一十六 横四 重四 四十六个人的舞蹈 他跳起六十四个人的舞蹈 孔老夫子气得要 所以在论语上骂他 所以祭环子破坏了这个 布拉破坏了也破坏了这个月 这个都有记 所以那时候 李崩乐化还有例子 我们就从 当时不晓得 从现在 那个 国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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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的 讲的是诸侯王 是诸侯 他是诸侯太子 他是诸侯的太子 按理说 他只能享受到五顶 四轨 最高的天子是什么 九顶八轨 诸侯 是什么 七顶 六轨 那时候就在建狱 所以那是百家齐放 哈正宇的时代 乱 乱但是还 还没有完全脱续的状态 那是春秋时代 所以孔老夫子 有这种危机感 还一再的呼吁 所以孔老夫子 伟大的地方 包括那个时候的济世 僧 就牺牺牲的生 牺牲 生啊 生的理 有分太老跟少老 太老是什么 包括以牛为主 牛羊屎 屎就是小猪 就是猪啊 猪的那个 那个 牛羊屎 少老是什么 羊屎 羊跟猪 就没有牛 有了牛 而牛 而且牛是最高等级的牛 称为什么 太老牛 太老 就老牛 因为牛要做牺牲之前 它不随便牵来一头牛 它现在晋升 它现在要给它在牢里面待 做牢的那个牢 但它那当时不是 它当时是一种理智 所以够资格的 才能当那个牺牲 才能当那个牢 太老 太老就是大牢 只有周天子 他才有这种权利 用到了牛 不但用到牛 牛的最高等级 叫做太牛 然后又叫做牢牛 其他的祝货王 以下只能用到什么 少牢 就羊跟屎 或者一般等级的牛 太老一定是周天子 有分了 所以牛 当时是一个最大的牺牲 也是一个最大的牺牲里面的一种理智 所以 了不了得起 了得起 牛在中国文化里面 为什么中国人讲到牛都肃然其境 都肃然其境 我们还在云贵那边很多 很多 还有到现在它还流行在那边圈养牛 除了工作 把牛养得很壮 每一年都还举行一个秋斗 各位看到没有 那都是一个对牛的一种尊崇的文化 包括其他的地区啊 我们看来那个泰免边区的那山上 我也是出塞到那个泰免 泰免那个人烟 人烟罕至的那个山区 突然这些从缅甸那边 冒山头啊 冒上一大群牛 哇几百只啊 一个大总工 很雄壮威武 几乎比别的牛大上一倍的体型 他领队 那人都不操心了 牛带牛 一路 他这样行军过来 不然他做什么不用 那我是不晓得 我好几百头 那个正式的那个时候 我当时就讲 哇那火牛阵 要是这么这样冲过来 他还得了 这是我们对牛的这种印象 让肃然其境 还会在蒙古高原上 蒙古高原上 给牧民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就是看到人家不同的文化 突然间远处冲过来一群牛 数量不是太多了 反正也是撑得上一群 跑起来那地都在震啊 地啊 好像地震一样 一回头一看 像那个仙牛一样 因为什么 蒙古高原上的牛啊 也是牦牛 不是只有在西藏上牦牛 蒙古那边也是牦牛 长毛 我还在那个苏格兰高地上 也看到也是那长牦牛 但它那个没有蒙古牛长得那么 蒙古牛带有那种神兽的那种感觉 特别好看 几十只牛啊 野牛啊 奔驰经过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了 看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一下会认为自己不晓得是在什么 我今天到底是在什么场景 是在演戏呢 还是在盖子 那它就在你眼前发生 一晃就过了 还在带头的是一只白色的牛 白色的牛 身上那个长毛毛的飘逸啊 哇 好漂亮啊 这是我们对牛的这种印象 当然我们从小看黄牛拉车 我们这个年纪啊 大家经历过 就在基隆 我们小时候 基隆眷村 我们那时一路都是斜坡 看到牛啊 拉车拉到流眼泪啊 还是听主人话 拉不动啊 那时候又要盖坡砍 但呢 这是大石头啊 我只捡石头 搬石头的 我就晓得 那石头啊 看起来不大 搬起来要人命 在一车的牛 做那个石头 那牛车 做平路都已经很辛苦 我们走那三坡 我们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到我们眷村 那是一个缓坡 但是很长的一个缓坡 也很吃力 来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你去讲他车都很辛苦 到我们那段 再到他们本省 那个农业区那一段 那是个斗坡 然后到了那斗坡 流的眼泪啊 然后那个主人 灰的鞭子 然后跪的地上 他还把那个车给 缓步给拖上去 膝盖都磨破 我看了好感动 我到现在想起那个场景 终身不忘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重视这个牛 尤其是个黄牛 特别特别的感想 那水牛不能拉车 那台湾的水牛不够力 它只能在耕耕田而已 那水牛它只能 要是黄牛比如说拉十分的话 它拉不到三分 那力量差太多 所以你知道 我对牛有深入的观察 从孔子的时代 而我们的易经也有讲 易经第二十六卦大序卦 三天大序卦 讲的也是牛 牛 马 羊猪 也是讲的这个 为什么叫大序呢 就是大的动物 大动物 小序是小的动物 大序大的 大序就是表示你家发财了 罗马成群的 就是积蓄大的能量 你可以立射大序 所以易经的 二十六卦 大序卦的卦词就是 就是 真集 就是 立真 大序 立真 不加十 不加十 立射大序 你补了这个 大序卦 你一定要好好往外冲 你不要窝在那边不动 你浪费了这个好的青春 好的时光 好的机会 开明 而且 不加十 立射大序 你不要窝在家里 没有出息 在古代还讲到养氏 古代养贤养氏 那就是大序卦 养贤养氏 终究一用 养兵千日用来一死 就是这个立射大序 所以 中国人把那个牛 都当作最高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眼前的这只牛 为什么断它 我们把握时间好了 我们为什么把它断在 一方面它的玉子 一方面它的沁色 风化沁色 还有它的沟纹风化 尤其是沟纹风化的现象 它的玉种 我们都有一个专业的评估 再加上 它身上的纹是 最明显的 你去找 很少有这样的 它有好大的 这个三颗 三朵 用这三朵 等于三朵的什么纹 卷云纹 浮雕的卷云纹 浮雕卷云纹 你看我昨天 泡的照片的细节 三朵浮雕的卷云纹 那是 那是什么 那个就是春秋时期的一个特色 春秋时期 我们不管是在玉壁上 或者其他的玉器上面 比较讲 尤其所谓礼器的乐器上 容易看到 像春秋早期流行的云纹是什么呢 春秋早期流行的云纹 卷云纹 是用阴线刻的 它整体来说 是个平面的状态 它没有凸起 平面 而且西松平常 一个阴壁 中间看起来有 有一点点立体的效果 但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平面 像那种 替地引起 做这种浮雕式的这种云纹 是在春秋的中晚期开始 春秋的中晚期 所以这是一件标准的春秋中晚期的 换上就是东周时期的 这么一件 所谓的太劳 一件大劳 或者太劳 或者大的牺牲 或者什么 一个大序 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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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吉祥如意的这种牛 令人尊敬的牛 就是最近 我们台湾的省副郭台铭 讲过一句话 他为了台湾去打拼这个疫苗 他尽他的力量 这人真是很了不起 政府做不到的 他去做 政府跟我知道 他去做 带头往前冲 他忍受了一些什么 大家的风言风语 结果这真的给他办成了 你请国家资历都办不到 郭董一个人就给你办到 他有这个能力 他还有这个心 而且他还有这个技巧 有着好的心态 所以他讲了一句名言 对吧 俯身甘坐如子灵 但他自己正好 他儿孙成群的 他儿孙成群的 孙子跟儿子差不多大 他这个话用他身上也蛮适合的 俯身甘坐如子灵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态 你看我们这个 柜子 往前面的这种 是不是就符合了 我们郭董讲的 俯身甘坐如子灵 这种最好的这种心态的表现 又是孔老夫子 想恢复周王室周天子的 那所谓的太老 甘坐牺牲的牛 甘坐牺牲的牛 比俯身甘坐如子牛 等级更高一个境界 把自己都牺牲了 这孔老夫子那是最大的 他的学生不是跟他讲吗 还只只讲羊啊 让他觉得好像觉得杀羊太残忍 乳爱欺牙 乳爱欺历 更何况那是少老 讲到这个太老更是高一个境界 所以你看这个牛跪在这边 俯身甘坐如子牛 他用跪直 我昨天的照片 各位去看看那个细节的照片 是标标准准的 那个年代的一种太老的观念 连他的姿态都表现得 俯身甘坐如子牛 而且甘坐牺牲 这是了不起的一种动物 而且除了是当动物之外 他的这种精神 不管是俯身甘坐如子牛 好的心态 或者说甘为国家设计牺牲的 最大的牺牲叫做太老 太老之理 对我们的太老之理 他不是乱记 他太老之理 他是行天之理 最高的一个等级 他说记什么 记五地 我们都五地 我们懂阴阳五行的 东西南北中 都有颜色的 东边的是什么地 东边的是青地 绿色 甲毛语正卦 南方的是什么 红地 红地 就是赤 西方的是什么 白 白白虎 西方白虎 西方白虎 中央的是什么 黄 中宫黄 五十种 黄 北方的是黑 这五个颜色的这个五地 就是中国人最高的精神传承 周天子 周天子都要尊他们为地 周天子就带他们天上的五地而行使在大地的这种权利 所以是中国的一个由来 好不好 我想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讲到了你后我可以讲三天三意 今天先暂时说到这里 那些人 有什么事 我肯定会 什么事 这种衣服 我可以说到这里 但是